在我国古代,我们的祖先拆迁的程度,手段要比现代的非法拆迁更加简单粗暴,而且这种行为所设计的范围大到令人扎舌。 当然,那时的这种变相拆迁的方式叫做圈地,说到圈地就不得不提多尔滚了,这位传奇人物就利用圈地这个办法为八旗同胞们得到了不少的土地。 当时的多尔滚已经是摄政王,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皇帝年幼,多尔滚就利用这一点打着皇上的名号颁布圈地令。 而这项法令名义上是将皇帝和前朝皇庄分给八旗子弟,但是事实上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。 八旗到底得到了多少土地,这还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。 但在当时,这个理由确实是很恰当的。 八旗子弟跟随多尔滚争战时,虽然打入关中,但是他们的家人等这部分大部队并不是同时跟进的。 后期入关后,他们的安置问题也是很大的一个工程。 再来分析一下这些入关的八旗的人士在入关后所面临到的问题。 满族人在入关之前的生活方式几乎都是渔猎和游牧。 因此在入关之后,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就变得毫无用处。 最终,他们要做出全面的改变才能够继续生活,比如学习种植粮食等。 但是满族人半路学起的生产方式并不能得到预想的结果。 世代补物农就导致种植的粮食收成惨代。 因此,就有了多尔滚声称,八旗拥有的土地贫瘠西伯的借口。 自此,八旗就开始大肆圈地。 圈地令中,将原本拥有肥沃土地耕作的农民们全部赶到土地贫瘠的地区。 毕竟江山是人家打下来的,这种霸道、蛮横的圈地行为就在他们心中变得理所当然了。 分析了原因,在这里就不得不提这些八旗子弟圈地的方式了。 他们往往带着绳子和马匹前往想要圈地的地区。 丈量方式更是蛮横无理,直接驱马向前,马匹跑出多远,就有多少土地归属他们。 更严重的是,不仅仅是土地归他们所有,土地上的房舍以及房舍中的物品钱财也一并被划走。 还有山林树木,甚至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都要成为他们的仆人。 可以说,这种圈地行为使那些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流离失所,家破人亡,并且当时造成的影响相比起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但是,在八旗子弟肆意霸占土地之后,他们就会幸福安稳地生活了吗? 俗话说,水满则矣,月盈则亏。 在康熙在位的时期,八旗内部就因为对圈地而来的这部分土地引起了内部的斗争。 前面说过,满族人不擅长耕种,虽然他们抢夺了大量的粮田,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摆脱收成惨淡的命运。 最终,大部分的田地都是荒废着的。 这里最先爆发的是湘黄旗和正白旗的矛盾。 当时的代表大家都很熟悉,就是敖拜。 大家根据很多影视作品或多或少都了解到,敖拜最后还是没能斗过皇帝。 他所主张的换地使用的借口和杜尔滚当时颁布的圈地令是一样的。 之后,随着敖拜的死,这次换地的计划就无果而终。 经历敖拜事件后,康熙就下令废止了圈地令。 八旗子弟虽手握千亩粮田,但是却不善经营,也不会去经营。 因此这些土地就一直被荒废。 而八旗的权贵们坐拥粮田就不思进取,每天沉迷于享乐。 田地最终变成了他们坐吃山空的资本。 那些粮田大都被他们卖掉,然后挥霍了。 这可能就是造成最后八旗惨状的一个使音吧。